记者刘宇庆澎湖报道,澎湖机场机车停车棚太阳能光电工程,因部分指甲不堪言害羞时,全面进行太阳能板更换,连带迫使机车停车场停用,另行规划临时机车停车场,但因注入口同一车道,加上动线规划不良引发民怨,澎湖机场已助手进行改善原本澎湖航空站机车停车棚, 设在太阳光电板下方,此次因全面更换,只能临时规划新的停车空间,同时澎湖航空站也配合进行地砖整件翻修工程,设置节水沟及地面高度调整,工期自7月4日起开工,最快10月份才会正式对外开放,现在规划机车临时停车场,容纳机车停车由于澎湖机场为唯一空运门户, 机车辆多达1200辆,但出入口因安全考量,尽设立一处,出入都用同一车道,如果多辆机车同时出入,就会出现塞车情况,同时民众因弹图方便, 多停在较接近机场位置,导致前车及后车停放,而内部较远的停车场却留下一堆空间,让民众痛批动线规划不良,更对现在人的功德心素质存疑,针对机车临时停车场出现诸多论响。 彭湖航空战业务组长黄启兴表示,目前已写请航空战内保全,上班时间全天候驻点指挥交通,并劝导民众机车依照停车场内规划的速限停放机车, 至于民众希望能多点出入口,由于停车场外就是交通要求,车流量相当大,因此当初为了安全考量,尽设立单一出入口,现民众反应不变,将实力会堪重新规划。